有國三生居然被霸凌圍毆 這是發生在昨天凌晨一點多 在台中有名國三生是被少年霸凌圍毆 還搶走他身上3.5萬元的現金以及手機 同伙甚至拍下整個施暴過程上傳到網路上 警方說有9個人嫌犯 其中7個人都是未成年 現在通通移送法本 一群少年包圍一名國三生 才沒講幾句話就對他拳打腳踢惡言相向 一連串髒話問候 這群人狂毆少年 過程中少年一度想要閃躲 但寡不敵眾 面對暴力根本無法逃跑 也無力反擊 他們還拿下手機拍下善笑暴力過程 事發在一號凌晨一點多 臺中北區太平路的一間宮廟 九名嫌犯其中7人還是未成年 他們集體霸凌這名少年 怕他報警還搶走他的手機 甚至搜刮他身上三萬五千元現金 還把暴力影片PO上網 阿嬤看到心都碎了 說絕對要提告到底 警方分別 一 妨害秩序的在場注釋罪送辦 令有關涉嫌入制及散布未成年 不當影片之行為 令一而符法第四十九條規定 報請市府裁罰 警方表示動手的一共四名嫌犯 另外五人目睹施暴不阻止也有罪 其中一名女子拍下施暴過程散布影片 最高可罰六十萬元 全都以送偵辦 記者高一率胡杰倫 臺中報導 並且 年十五份 十四頭 記者白反映 記者